中共二十大开幕 习近平在前两个任期 一心只想要实现他的皇帝梦 把中国经济摆在后头 导致就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 每况愈下 尤其这一两年受到了他坚持要来防疫清零 以及房地产危机影响 情况更不乐观 今年本来喊出的GDP要成长5.5%目标 看起来是遥不可及 那明年呢 明年目标甚至可能因为数字太难看 索性直接不定了 眼看经济问题难救 因此习近平在二十大上 对于经济前景的琢磨不多 他重申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创造高品质的发展 言下之意就是已经放弃治疗 准备来接受经济成长 持续低迷的新常态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好国家的首要任务 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原本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世纪 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 在第一个十年应对金融海啸 不论货币宽松或是财政刺激 比欧美更有刃有余 进入第二个十年 新冠肺炎爆发大流行 中国一开始也比其他国家更早押注疫情 种种成果一度让反极权的自由民主派人士 也不得不佩服 然而随着世界各国松绑防疫 走向与病毒共存 回归正常生活 中国却坚持病例清零 动辄大举封城 导致经济快速走皮 再加上房地产危机延烧不停 中国式的治理模式已经出现裂痕 对此外媒指出 中国就像童话中爱穿新衣的国王 以为自己身上穿着漂亮衣裳 但其实一丝不挂 如今真相被戳破让这个东亚大国 精心打造的完美人设瞬间崩坏 一至八月份 潜贯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九百九十七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六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增加就业岗位 稳定经济大盘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金融海啸爆发后 成竹不倒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大量举债 发展基础建设 让GDP成长碰轰 之后为了不让GDP消风 只能一直沿用相同手法来维持高速成长 今年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限额 高达3.65兆人民币 逼近2020年的史上最高纪录 除此之外 北京当局也不断鼓励银行业者 以宽松条件提供房地产业贷款 大量热钱堆砌让房价屡屡起 创造出一波又一波房市熔景 支撑中国经济成长持续优于西方国家 今年上半年其实已经把去年 本来表定的这个债都发出去 问题就在于说 那地方政府怎么样把这些债去实施下去 同一个地方 总不能9条10条地铁接运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这些政策已经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 多年来大新土木 让中国基础建设陷入供过于求的窘境 借由投资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 来有效促进经济成长的手段 已经走到极限 虽然有不少专家主张 中国经济应该从投资挂帅 转型成内需主导 但这些改革却因为既得利益者反对 而寸步难行 宽松信贷养出的房地产泡沫 也让中共如坐针毡 2020年寄出三条红线 严格控管房地产开发商 债务风险 政策一出 中国房市瞬间激动 随之而来的烂尾楼风暴 不止引发民怨 更严重拖累经济 下了当局又推出一连串 旧房市的措施 过去十年房地产业 对中国GDP贡献超过两成 一旦房市崩盘 肯定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但中国政府也深知 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 不是长久之计 陷入到底要不要用力打房的 两难困境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如今中国内需疲弱 外上又大举撤出 面对经济千疮百孔 民怨升高 全球都担心 中共会借由武力犯台 解决内部矛盾 顺便取得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 回应美国的晶片战 在沃尔战争九战魏国 海达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全球目光焦点已经转移到台海 两岸风云 已经成为21世纪这个10年 左右全球局势的关键 记性我李永明 汪林奇报道 而说到中国整体的GDP 跟美国之间的差距 近几年是不断缩小的 那原本市场还预期了 可能不久之后就会超越美国 但随着疫情还有房市问题 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样的预测到底会不会成真呢 如今就变得很难说 我们透过数据来看一个更明显了 我们先回到习近平接任 中国国家主席的2013年 那么当时呢 这个黄色是中国 蓝色则是美国 当时中国的GDP呢 跟美国之间相比呢 还差了7兆美元以上 那么第一任任期的最后一年 也就是2017年 当时中国GDP来到了12.3兆美元左右 还是比美国低了超过7兆美元 不过从第二任任期开始呢 中国的GDP和美国之间的差距 可以发现了 是越来越靠近 也就是说差距是明显的缩小 中国GDP今年预估会突破20兆美元 也就代表说跟美国之间的差距 缩小到是不到5兆美元 而中国经济虽然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 跟美国的差距缩小 但整体来说 投资人对他的表现并不买单 我们来回顾他第二任期 当时中国股市的表现 相比之下呢 是远比全球股市还要来得更差 从2018年3月 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算起 香港恒生国际指数累计下跌 超过了五成 那么对比之下呢 反映全球主要已开发 和开发中股市行情的 也就是蓝色这个了 MCI的AC世界指数 同一期间是上涨了 一成左右 那么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转望 市场预期 接下来几年成长将会一路的走皮 连成长率可能会连五%都达不到 收到了过去中国的GDP呢 动辄可能有七八% 甚至双位数的成长 看来是回不去了 2021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超过了八% 但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2020年疫情肆虐 所以当时极其比较低 不过在今年呢 因为受到了房市的问题 以及疫情的反复影响 市场预估成长率将大幅降到 这个位置也就是三%左右 等于是连去年的一半都不到 那放眼未来呢 放眼未来几年呢 除了明年成长率呢 可能会反弹到7%以上 也就是预期可能会在这个绿色的位置 但之后几年成长率将都低于5% 那么十岁章走下去 到了2030年成长率可能会降到了4.2%